河南灾情除了各路明星纷纷捐款,不少网红也参与其中,但有的网红却被质疑是街机蹭流量。 近日,单一个的儿媳陈亚南再次现身河南支援,还拍摄了一段搬运物资的视频,并复闻,和你一起共度难关,略尽年龄,全力以赴。 但他此次的支援,却被网友们纷纷质疑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这段视频中,陈亚南和老公朱小伟先是站在救援车前,身后便是运输五四个大卡车,上面写着,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河南加油。 陈亚南还拍摄了一段加油骨气的话,一直在关注河南灾情,因为我最近扁桃体发言刚好了, 然后尽我们的绵薄之力,给咱们河南的富岛乡亲送去温暖,随后便是夫妻二人齐上阵,在某家访公司搬出来很多床单被照的物品, 但他们的死犯操作却被质疑是摆拍,有网友质问,干活的人有穿成这样的吗?还专门拍下来,是在摆拍作秀吧? 而且陈亚南的装扮也未受质疑,先来救援的人还穿着长裙,凉拖鞋,不免惹人争议,而他身后干活的迷子呈鲜明的对比, 而且全城还有摄影深更拍,但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死刑的动机,但也有一部分网友夸赞他们的善心,请注意安全,加油,加油,河南人民感谢你们。 其实陈亚南已经是第二次救援河南,第一次拍片晒出视频说,我们山东通达拖车支援郑州了,辛苦了,郑州。 大家好,我们山东通达拖车支援郑州了,辛苦了,郑州,我们来了,加油,加油。 而说起捐款,带一个直接捐款两百万,还以儿媳的迷义捐赚一百五十万,捐肯数我比明星们还要多,这迷他们还是很有诚意的。 我们终之城城的救援河南,本该是一件戏事,却被不少见钱眼开的网友们蹭热度,扎堆河南救援现场,被新闻怒斥。 河南新乡因为连续降雨严重内劳,近六十万人受灾,可是灾气却成了一些网红主播的秀场,为了拍摄自己参与救援的视频,有些人带着车辆和船只,张贴着自己的旗号,大张旗鼓地开进灾区,身边的摄像团团队全程跟拍,像拍戏似的。 更气人的是,某些主播在网上发布非常不专业的自救攻略,也误导了受灾群众。 在人命关天的救灾战场,不专业的好心人也可能办坏事,而蹭流量造人设更是来错了地方。